那我觉得今天如果看这个中国的外交 好像对普丁算是不给他一个 为什么 因为他不能去参加南非的金砖 因为南非的金砖是因为南非是国际刑事法庭的签约国 所以南非如果普丁去了 南非不逮捕他 南非有违这个规定 那中国大陆不是 所以他可以去中国大陆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普丁可以去的地方 但是这个部分的宣传 这个部分的消息发布很有意思 因为是俄罗斯先说的 先说普丁会去 所以这个部分你怎么看 就是说你刚才讲说是说 因为他南非的部分没有办法去 你中国跟俄罗斯的背靠背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地方算是什么 补给他 但是如果他一去的话 今年是大陆一带一路峰会这个十年 十年很重要的日子 但是你看到欧洲缺了这么大块 是不是有点 好像为了普丁不惜怎样 不惜把这个分量重要性降低吗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再看还有一个峰会 还有一个APAC 按照道理讲 普丁应该可以去 为什么 美国也不是国际行政法庭的签约国 但美国 美国 美国不是前面 我们赖清德访问的时候 还有人说 要邀请蔡英文去美国吗 开这个APAC峰会 那事实上 我们每一次蔡总统都会接到邀请 但是都会说 当然 他太忙了 所以派另外一个人去 那普丁 他美国能 不按照惯例 邀请国家元首吗 那普丁是说 因为你不是全约国 我就想去 还是说到底会怎么 但是无论如何 我觉得大陆今天的做法 就是说 我跟俄罗斯的关系 在特别在军事层面上面 我们就是body body 虽然不会实际去支援他 或者什么 就是挺他去给提供武器 打俄乌战争 但是两国的关系 就是很特殊的一个关系 过去虽然大陆也有外交人员 讲了一个封顶的 这个错误的一个说法 但是事实上确实就是如此 我觉得他们也是要彼此取难 你碰到美国 在那里纠结他的团队 那你也要有你自己的团队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今天 普丁会去大陆 那大陆也看得出来 就是就像你欧洲国家 如果今天因为普丁 他不去大陆 不参加这个峰会 搞不好他自己的实际的损失是有的 那我们就看到过去 我常常强调 英国为了要制裁 这个星巴威的总统 这个穆加比 不参加 不准办这个叫什么 欧洲跟非洲的峰会 结果非洲国家说 你们不让他参加 我全部不参加 到最后是英国被排除在外 欧洲国家跟非洲国家 继续办这个峰会 穆加比照样参加 结果是英国首相 从布朗还有之前 我们看到这个谁 也都是不参加 那就是你自己的损失 所以到最后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自己要决定 这个对你重不重要 如果你觉得说 刚好我也不想参加 表示我跟美国站在一块 那你觉得这个是符合你的利益 那也可以吗 对对 所以有时候这个孤立跟被孤立 有时候就是一线之间 不小心就从孤立者 变成被孤立者 来我来问一下张将军 这是两个主权国家 我们先来看大背景 金砖峰会马上就要开了 8月22号到24号在南非举行 在金砖峰会前 金砖峰会的时候 我们看到中印都会到 中印在8月13号到14号 成功举行了第19轮的 军长级的边界会谈 这个边界会谈军长级的 上一次我们看到去年 总共有四次 那这次一谈谈了17个小时 双方都同意维护 中印边境的和平跟安宁 去年我们看到13月7月12月 都举行会谈 他就是在个边界上 这个时候可能这一次 是在印方的这一方 那下一次他的地点 就换到另外一方 换到中方的这一方 地点是轮流 那还有一个我们看到 这个俄罗斯的国际专家 说什么 自从2020年加勒万河谷事件以来 两边的气氛 他认为已经逐渐和缓 虽然说印度还在逐渐的增兵当中 所以在这个金砖峰会当中 两国领导人其实面对面的可能性 应该是没有问题 我不知道这个将军的解读是什么 好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来看 时间再往后一点 10月份在大陆有个很重要的 第三届一带一路峰会 今天是一带一路 这个倡议十周年 很重要的日子 因为普丁要来 普丁要来 普丁要来 欧洲就不想来 对不对 德国 意大利 法国这些领袖 没获邀请 很特别 其实这个算不算是什么 算不算是中国大陆的一种体贴吧 因为你如果邀请他 他不来也很尴尬 但他当然不想来 因为普丁来 照那张照片 po上去能看吗 对不对 所以就干脆不邀请他们 所以说这是一种什么 这是一种 当然讲恩惠是有点 有点好像过了头了 至少不用在普丁 在场的情况之下拒绝 张将军 对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中印 军级谈判这个十九轮 十九轮的话 最重要的是他是在西段 因为中印边界 他的纠纷东段跟西段 就在西段这一部分 西段部分的话 在加拉湖跟班公厕 这个地方 因为他们有规定 之间是不能携带武器的 所以他们在去年的时候 有发生这个打架事件 打架事件的话 那你知道打架事件的话 你双方都没有 都有互有伤亡 那现在的话 我们打架事件对大家来讲 好像对边境的 这方面问题解决并没有帮助 所以大家一直在举行谈判 降低这方面 但是目前的印度在 在这个西段部分的 就成步这个军队 总共六万八千人 对啊 相当庞大的军队在那边 换句话说印度在这方面 并没有松手 而且他的那个苏凯三十 还有飙风战机 飙风战机都在附近都有驻扎 随时可以做支援 但是问题是大家都 都有降低的这方面 因为只要是打架事件 或者是有这个局部的冲突 对双方来讲都不会有好处 那大家 冲突应该慢慢减缓 因为天气要冷了吧 对 要开始下雪 大家会降低这方面 那大家也做这方面的努力 但是这方面的矛盾 他们之间 中国大陆跟印度之间的互信 是非常薄弱的 因为很容易就扯到 因为大家互信 大家的互信的这种程度 是非常的低 很容易被摧毁 比如说创造一个和缓的气氛 在金专峰会的时候 双方的领导人 至少可以见个面 对 或是可以来个这个场边 这个对谈之类的 对 金专峰会要开始 然后还有集团体要开始 都要见面 有时APEC大家也要再见面 你知道见面的这场合 那我们是不是先缓和 如果这个时候 千万不要擦枪走火 就是在那个峰会举行的前几天 万一来了一场 什么小规模的冲突 就很难看了 因为这个气氛 到时候你在金专峰会 还有一个就是集团体的这个峰会 大家都要见面 这个首领都要见面 那你这样的气氛会不好 对 所以双方一定要约束好 大家就是降温 一定要约束好 所以你看一谈谈了17个小时 两天可以谈很多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肌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